网友留言 小胡和朋友一起去看了沃尔沃X760和奥迪K5R 朋友让我买沃尔沃X760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选哪个更好一些 那我先问一下粉丝不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 你会选择哪一款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给个建议帮助帮助他 首先呢 这两款车的沃尔沃X760是基于沃尔沃SPA构架平台打造 奥迪K5R是基于大众的MQB EVO平台构架打造 这个奥迪K5R是重置平台 而这个沃尔沃X660横置平台 从平台来看呢 还是重置的奥迪K5更好一些 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 无论是你重置也好 横置也好 耐用 皮脂耐道毛不少 它对我们有利 我不管你是重置横置的 你天天出毛病 那绝对是不好使的 再好的东西不好使 是不是 比如说大众的W12的这个发动机 是动力好 成本高非常不错 但是容易出毛病 还不如解答的121发动机耐照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啊 是不是 那个只能代表人家的科技 你的这个技术非常优秀 我能生存出高端的东西来 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个东西 就非常皮脂耐照 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首先 沃尔沃菜利用它的优点 优点是两点 车人安全上 整台车使用了非常高的一个膨缸结构 每平方厘米的膨缸 可以承受15吨以上的重力压制 车人安全 绝对不是你奥迪克尔能比得了的 这个在车体内是个标杆 然后内似的做工用料 非常环保 对我们人生的身体 非常健康 说白的是甲醛含量低 这个也是你奥迪克尔比不了的 甚至宝马尼比不了 这也是个标杆 新车奥迪克尔和沃尔沃菜利用 都打开车门 沃尔沃气味很小 而奥迪克尔能跟你呛的脑瓜子 吻吻的 这就是差距 知道吧 再一个 沃尔沃菜利用 除了最低配 其余都是高功率的200T发动机 扭矩350 马力是250 动力是非常优秀的 匹配的是一个爱信 8IT变速器 而奥迪克尔呢 它分多个高功率低功率 就E888发动机嘛 选花金少 只能反对低功率的 想要动力好 多花钱 如果多花钱 40万呢 你还会选择奥迪克尔吗 这个是你要去考虑的问题 是不是 并且匹配的是 7档的14双链合变速器 是 这个7档14双链合 要比大众的好很多 但是你怎么好 你也没有这个爱信 8IT变速器很好 没有沃尔沃这个好嘛 是不是 悬挂方面 奥迪是前后独轮杆 沃尔沃是前缩拉臂 后面独轮杆 都是铝合金材质 开起来呢 操控这一块 肯定是奥迪更好一些 但是说 真正的质感好的 还是沃尔沃360 更加的好一些 前缩拉臂嘛 这种防止刹车点头 还能防止车轮发生测轻 非常好的悬挂 那么 这两台车子 从配置上来讲 沃尔沃还是非常不错 有48个清魂 座椅加热什么 都是标配的东西 而且还可以花钱选装 悬挂人高级调节 而奥迪可以玩什么 辅电器系统啊 座椅加热啊 这么基础的东西 都需要你花钱去选装 所以他非常的坑人 简配通过减料很厉害 是吧 但是这两台车开起来呢 隔音方面呢 沃尔沃360也是可以的 有人说不好 有人说好 其实还对他的价位来讲 还是非常不错的 毕竟要比他便宜一点 是不是 奥迪克尔玩隔音 也没有那么好嘛 是吧 底边质感 自动性运动这一块 还是奥迪克尔玩 开起来跟脚 毕竟是个气场式双离合嘛 是吧 这两台车车一开的时候 肯定是都会选奥迪克尔 而如果说耐用性的话 还是沃尔沃360更好 打个比方 就像你开个德系车和日系车 上一开肯定选德系车 对于他 底盘的扎实感好 加速好 都会选择他 是吧 静音还好 如果说耐用性的 他却不如日系 日系虽然扎实感不好 动力不好 但是他发动机皮色耐照 所以说这台车 如果是纯纯的家用 我建议选 这个沃尔沃查系60 更好一些 那个奥迪克尔 这台车 虽然品变眼力稍微好一些 但是这台车呢 功率数大了 发动机变成为 渗机油丢机油 也要注意这一点 那你有开过 或者买过 这两款车头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